在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带大家去看了 几款公期不高的新车 非常适合日常的工作代步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想买一台车 可是代步大概是一两年而已 那么我们也是有其他的介绍给你 今天我们就带来了几款价格不太贵的二手车 这些车的公期同样也是低于500 但是计算公期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二手车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计算方式是10%的投期 利息4%以及7年的公期 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这些车是什么车 Let's go 省油耐用是Toyota的代名词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就是 这一个 第二代的Toyota Vios 目前这个Toyota Vios第二代了 它的二手价格其实不会太贵啦 大概是2万9-3万2左右 如果我们以之前提过的这个利息计算法来计算啊 它的每个月公期只不过是411块而已 这个Toyota Vios的好处啊 就是它耐用而且简单维修 基本上你去外面找任何一家的workshop 它们都可以维修你的Toyota Vios 而且零件非常的好找 售价也不贵 所以呢 省油耐用 维修又便宜 真的是它最大的卖点的 重点是一两年后呢 可能你真的需要换车的 我相信这个Toyota Vios它还可以保留着不错的这个残值啊 所以呢 你亏不也不会亏太多 这个就是我们推荐它的原因 接下来要讲的第二款车 同样也是日本的B segment房车 它就是 HONDA CITY 580 这个HONDA CITY 580的二手价格呢 和Toyota Vios差不多大概是三万到三万三之间 而且它是比较适合着一个比较在意操控的朋友啊 这个车型呢在比较顶级的版本上面有Pedal Shift 而且在小改款之后的顶级版还有VSA哦 所以它的安全配备其实会更丰富一些 我们以这个车价三万一千令吉来计算呢 这个HONDA CITY 580 它的供期每个月大概是425块 比第一辆车Toyota Vios贵了一点点 可是你想想看它有更好的操控 更好的安全性 其实也是值得考虑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维修费用同样也不太贵 你可以享有更好的操控 更好的动力 更好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也是它相当值得考虑的原因哦 今天呢要讲到的第三款车 是一款韩系的房车 也是当年在本地宏集一时的Kia Forte Kia Forte 一直都是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二手房车之一 因为它是C segment 但是它的价格多数是介于两万六到三万之间哦 而且重点是小改款车型它还升级到了6AT的变速箱 这6AT的变速箱在驾驶跟动力感受上都会比较好一些啦 如果呢我们以这个车价两万八来计算的话 Kia Forte 每个月的供期只需要384块 Kia Forte 这款车相当适合这种对空间有一定需求的人 可能说你今天这辆车你除了代步之外你还需要载你的家人出门 这么我相信Kia Forte 的空间表现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虽然便宜啊但是这个Kia Forte它始终还是一台C segment的车型 所以它的维修费用呢会比之前提到的日本的V segment更贵一些 我有认识的人在开着这个Kia Forte啦 同样也是买二手的 它的这个ABS有问题 去询问这个价钱大概是2000多左右 所以你买这款车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毕竟它还是C segment啦 所以这个零件贵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最后一款车呢 年份比较新 售价也比较便宜 它的最低售价 26000块就找得到了 这款车就是Nissan Almera 其实Nissan Almera一直都是马来西亚市场比较经济的一款车型 它的空间够大 虽然说外观比较平庸啦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以价格为先 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嫌弃的 而且它的二手价格其实也是非常的超值的 如果我们选这个年份比较新一点的车型 售价27000来计算的话 它的每个月工期只需要370块而已哦 370块可以买到一辆日本车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会心动啦 同样的这个Nissan Almera呢 也是有一些问题所在啦 根据我们向这个车主交流群处获得的了解呢 Nissan Almera偶尔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啦 例如说这个冷气啊 车脚啊或者是ABS等等损坏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能够被解决的 如果你运气好买到年份比较新的车 甚至可能还有原厂的无人地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必须在外面更换啦 这些一直以来都是买二手车的一律啦 所以呢你今天如果你要考虑Almera的话 我建议你先到这个车友交流群里面去了解了解 才来看看这款车是不是真的适合你 以上我们介绍的四款二手车呢 价格便宜 如果你是短期待步你计划是一两年内你要换车的话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车型 但是呢买二手车其实和买新车不一样啦 你买新车有涡人地如果你的车子遇到问题 你送回原厂去涡人地就行了 二手车呢很多的情况下你都要自己出钱维修 所以呢给大家一些买二手车的贴士 如果可以的话就找你相熟的这个维修技师呢一起和你去看车 他可以帮你检查一下车子有什么问题 一般上如果你买二手车啊如果你喜欢的车子有问题 这个二手车商呢都会帮你维修啦 不过这个也是要看运气不一定每一家都会这样做 所以呢最好的方法还是带认识 熟悉汽车的朋友或者是技师 去帮你看车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车企的算法 我们以这个7年为标准 但是呢一些二手车其实已经借不到7年了 所以以上的攻击只是一个参考 更详细的信息呢就是要你去 看了你综艺的二手车之后呢 去找这个销售人员让他帮你计算一下 不过我相信啊一些热门的牌子你要获得7年的攻击 还不是问题啦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这一期视频对你是不是有帮助呢 如果有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记得那个订阅要赶赶按下去 另外你还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 你的comment我们一个一个会去看 我们也会reply 所以不要害羞哦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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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ud6